没有人完美 我们只有九九点七 爱乐电台FM九九点七 数位平台无远福建 好戏登台 请您上座 生生婉约 百转千回 带您追溯昆曲艺术的前世今生 不止有好戏 欢迎收听台湾第一个昆曲广播节目 不止是昆曲 三云三亚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不止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头非常开心 我们继续邀请到了东吴大学历史系的许正宏教授 来跟我们好好聊一聊 在原杂剧诞生的那个时代 它的历史背景 许老师你好 嘉瑜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想在上一次的节目里 大家透过许老师的介绍 让我们看到了原来元朝是跟我们过去 所想象是相当不一样的 以及它的各形各色 它的丰富各种的面貌 好像过去我们对于这段时代 就像我们上次的时候说 有人称它为黑暗的时代 那可能因为是外族统治的缘故 所以到底有哪一些误解呢 是 其实对于朝代的历史 往往我们随着研究的深入 其实就像是有一位日本学者讲过 我们现在知道的很多历史 其实它都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假设 经不起推敲 对 就是我们要抱着一个怀疑的精神 去检视 就算已经是大家好像约定俗成 大家那个已经是尝试的一些知识 其实我们都要勇于去思考 或者是找出它的证据 这其实也是我们历史学 希望同学能够特别希望培养的一个能力 因为这个能力其实是蛮特殊 而且也是这个时代 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说到元朝或是其他朝代 那其实也是我们取决于 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朝代的角度 那像宋朝 宋朝以前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面 它被形容成所谓的鸡贫鸡落 就是又穷 然后又挨打 对 那这是从所谓政治军事的角度 来思考宋朝的政权 那因为它毕竟并不是过去那种 大一统的王朝 那现在对宋朝的印象 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 应该都看过很多连续剧 像是对宋朝宋仁宗时代的 重新的一个发现 那或者是对这个时代的重新定义 好像变成宋代是一个非常富庶繁华 是 的一个甚至接近现代生活 有很多现代生活 很类似的一些概念的东西出现 那这个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切入 那放到元朝的话 也是有类似的一个问题 那元朝的话 政治方面固然是所谓非汉族 我们好像会直接想当然了 认为它就一定是打压 或是对汉人有很多的不公平 那不只是当时候的记载 元朝人的记载 也会随着之后取代元朝的明朝 后面的政权怎么去记录前面的政权 也会影响到我们现在的认识 甚至于 甚至于就因为元朝作为一个非汉族政权 他被投射在所谓清朝 那在民国革命的时候 驱逐达鲁恢复中华 那也被投射在元朝身上 所以在那个时间点 或是一直到我们现在的学者 现代学者的研究里面 其实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如果立场把它定下来以后 可能就会刻意的找一些相关的资料 对 那也就会因为这样变成我们 对他的一个很深的误解 这在我们历史学里面叫成蕾堆积 一层一层堆上去 就好像我们说孟江女的故事 在最早最早的记载 其实只有几行 就孟江女的先生是谁 我们其实都不知道 那他本身做了什么事情 其实也没有孤岛长城 可是随着历史的发展 故事的变化就慢慢被加上来 其实有点像剧本 就是越写越多 有时候是现场临场发挥 加进来 加油天资 越来越丰富 就是孟江女的先生是谁 就变得一清二楚 做过什么事情 好像变成一连串 可是我们回归到历史脉络里面 后来的这些都是加上来的 我们说一层一层堆积上来 那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跟学生说 元朝刚好一百年嘛 那现在日本的动漫 有一个连载三十年的动漫 里面也有所谓空白的一百年的说法 对因为其实往往过去 要么就直接忽视这一个时间 就宋明礼学 通常就直接跳过元代 对要么就是把元代当成一个负面教材 黑暗时代 可是元朝是一个 刚才主持人嘉宇讲到 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时代 那最具代表性也就像我们上次讲到 在这个时间点就是以前各个政权 林立此将比戒的一个状态 其实出行或者是当然还受到一定的限制 可是不像以前国与国对立的那种 那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旅游记就变得非常多 所以他们的旅行的这样的风气 反而是相当盛行 对就也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 很重要的一个传播的一个管道 但他们本身可能会是因为政治的目的 可是也因为他们沿途记载了相关的建文 那也变成我们现在认识 不只是元代 也是认识整个东西文化很重要的基础 我们立刻想到就是马可波罗 今年刚好是马可波罗四世七百周年 所以有很多 不管是研究马可波罗的 或是那个对马可波罗有兴趣的 其实都开始又重新关注他 可是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到过当时候的元朝 哦 有这样的疑问 一直在学界有很多种说法 他没有来他怎么会写这个游记 这个其实就是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正面的说法有支持他有到过 那反面的说法当然也不少 那简单来说反面的说法 就是马可波罗有哪些东西没有写 对这是最常见的一个批评马可波罗的地方 那像我们说我们到一个地方往往会观察当地跟我们不一样的习俗 我们会把它记录下来 那外国人到当时候的中国或者是 其实到台湾也是 就是我们可能像夜市啊 或者是我们习惯的吃东西的方式 这些可能都会成为外来者记录的重点 因为是异文化风俗嘛 可是马可波罗里面似乎就少了一点 就包括像是筷子 这个他没有写到 里面目前 其实马可波罗最大的问题是 马可波罗他的最早的那个版本 我们其实看不到 马可波罗有一百多种抄本 那这一百多种抄本有很多 这里有写那里没写 然后有人专门学者把它全部拼合在一起 可是里面的确没有写到像筷子 还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蒙古人 他们不用筷子 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的视角 这也是那个正方的说法 有时候研究历史好像在那个 在法庭里面你要提出各式各样的证据 正方的说法就是 马可波罗进到当时候的中国 原则上他应该是跟蒙古 或是西域这些圣木人在一起比较多 当我们上次讲到其实没有种族隔离 可是他的确跟这些人在一起的机会比较大 那是不是跟汉人有接触 这些的确在游记里面看不太出来 所以的确有可能因为这样的关系 他没有写到所谓筷子 或者像喝茶的风俗 或是汉人妇女裹小脚 对 裹小脚的说法 正方的说法就更多了 因为一般的男性是看不到女性的小脚 对 一个外国人怎么会让他到内院里头 去看到女生 其实的确马可波罗里面也描述到 汉人的女性走路的姿态比较特别 所以有人认为其实他还是有稍微的记录 那最简单的那个说法就是 我们现在可以请听众朋友回想一下 你一个礼拜以前去过什么地方 然后去过那个地方 见过什么人 然后吃过什么东西 如果你没有日记的话 大概一般人是很难回想 对 可能像我自己可能连昨天都不太记得 对 那这样的一个部分 马可波罗他是经过了十几年 回到意大利当时候的威尼斯 那因为某种缘故他被关见大牢 然后在狱中他的狱友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文学家 帮他经由马可波罗口述 他把他笔录下来 是这样子产生的 一方面是回忆 一方面是别人帮你写 那那个文学家又是一个出了名 喜欢加油天主人 所以就造就了马可波罗 他号称马可百万 百万是形容他回到 据说他回到威尼斯的时候 身上穿得破破烂烂 大家觉得他好像就像乞丐一样 可是据说他把他的那个大衣 打开来里面全部都是珠宝 就是有钱人 朴实无华的生活 那一方面百万形容他的财富 另外就是马可波罗 因为他的见闻 大家实在太超乎大家的理解 大家可能都会认为他在说谎 对所以搞不清楚他到底说了多少谎 对对对 其实当时候欧洲人有很多很类似这样的现象 很有名的也包括英国 曾经有一本书 就是有一个英国人 他其实从来没有那个去过太远的地方 可是他写了一本 他曾经在当时候的福尔摩沙 现在的台湾 居住过那个种种十几年的那个建文 哇 全部都是他编造出来 这也太厉害了 对对 所以马可波罗的游记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 有人认为怀疑的地方 可是现在学者的研究一般还是比较肯定的 因为如果他没有到过当时候的中国 有人认为马可波罗反方的说法就是 他之所以没有写到很大的一个原因是 他可能的确有到所谓波斯 现在伊朗地区经商 那当地有很多就是可能到中国 因为他们又要到波斯到中国去经商 所以他们有很多旅游手册 介绍那个中国的风俗文化 那马可波罗可能看过 或者是曾经就直接从里面抄 哦 搜集了旅游手册的所有资讯 所以他是转载 就是那个 有点像现在的那个 现在已经没有部落格 所以有点像是旅游 游记的那个转载者 就看了很多游记的书 对对对 自己再写一本 对 所以 就变成好像里面就很多 贫贫臭臭的东西 嗯 可是的确 有些我们现在研究者里面 肯定他的说法 的确必须 他可能有吹牛的地方 嗯 因为最大的谎言 就是他曾经说过 他当过扬州那个地区的州长 就是所谓的支州 就是最大的官员 哦 可是在 呃我们目前所有能够找到 扬州官员的名单里面 的确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一号人物 哦 那他很大的可能是 曾经被派去管理当地的严政 嗯 就关于严的这个部分 他是专家 因为他也是商人 那他有一些观察 的确是必须要在当时候的元朝 才能够被写下来的 嗯 那这也是现在学者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哦 是 这是马可尔波罗的 那个有趣的地方 嗯 是 是现在争议不休的课题 嗯 哦 那但是关于旅游的 当然不会只有马可波罗 所以当时候相关的一些旅游的记载 其实是很丰富的嘛 对 这是在元朝的资料里面 特别有趣的一类 嗯 嗯 因为元朝资料里面 行迹 旅行迹 不只是西方人到当时候的中国 嗯 其实也不只是马可波罗 因为当时候有很多教宗教皇 派的使者 是 使者到当时候蒙古 那他们也会留下很多蒙古的见闻 嗯 那那个马可波罗 那那个马可波罗 其实他也背负过这样的一个使命 那从中国出去 甚至走到很远的 其实这样也大有人在 嗯 里面当然最有名的就是所谓长存真人 秋楚姬 秋楚姬 好像又回到金庸小说 对 但金庸小说这方面就改变很多 当然不能说魔改 嗯 就是的确改变了非常非常的那个 跟原来的秋楚姬有很大的差别 哦 对 那秋楚姬有一本书很有名 叫做长存真人西游记 嗯 就叫西游记 哦 就是我们认知的那个西游记 这也是我们说现在的西游记 有人认为西游记 呃 一般来说我们都认为他是一个佛家 就是那个佛教 就经历八十 那个九九八十一难 对 取经 取经的故事 嗯 可是有人 从别的视角去看西游记 那有人认为他其实也是道教的 哦 甚至是全真教的 哦 因为像里面的一些隐喻 像是那个孙悟空 嗯 祥心园 就是让自己压服自己心里面的那个源头 祥心园 其实 呃 是那个道教里面的修炼的法门 哦 对 所以他 加上所谓长存真人西游记 这样的一部书的存在 所以有人认为 西游记的创作跟全真教也有一定的关系 那长存真人写这本书 其实蛮有趣的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就是金庸小说 里面这一方面的背景是正确的 哦 可是这也是我们说文学性的那个改编 其实当然 后面的发展就不太一样 嗯 那长存真人作为全真教 当时候在山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他其实是陈吉善希望能够争取的 嗯 因为当时候山东地区包括金朝的势力 想要那个掌控 那南宋 那也包括蒙古人 那山东地区本身就有自己的武装势力 哦 那也有自己的宗教领袖 就是所谓的邱楚基 嗯 所以陈吉善一方面 以所谓养生的名义 就想要长生不老 长生不老 对 那主要也是一种寻求他的一个政治的支持 嗯 那邱楚基他一开始 他其实是不太愿意去的 嗯 他有点在 我刚才说很老了 对 他有点在观望 嗯 呃 那时候号称已经三百多岁 哈哈 那实际上他的出生年应该是查得到 大概七八十岁 左右七十几岁 也是年纪很大了 是 对 那他写这本书 其实不是他写 是他的弟子帮他写 就跟着去有那个十几个人 嗯 那这十几个弟子后来回来 呃 沿路的见闻就帮他们笔录下来 里面的确有很多很有趣的那个 异文化的那个记录 嗯 包括一些像棉花 他对棉花好像了解的还不是很多 嗯 他认为好像是把羊种在土里面 对 类似这种这样的一个理解 其实有很多很有趣的那个记录 嗯 那也是当时候象征元朝东西文化交流 呃 不是说元代是一个封闭的一个时代 嗯 蒙古统治就是一个黑暗的一个王朝 嗯 事实上交流其实是很甚的 甚至有人形容以前叫做所谓罗马的和平 罗马帝国地节的和平 嗯 那有人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形容这个叫做蒙古的和平 哦 对 就交通的路线或是交通的安全性都大大提高 嗯 那更便于旅行 对 经济文化的交流就更为频繁 嗯 其实也是应该我们重新去思考元朝 从所谓义族统治的黑暗的这样的一个印象里面去跳脱出来 嗯 是 好 所以我们要打破过去的这种黑暗的印象哦 来看一看元朝真的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这个各方的误解里头哦 好像这当中还有一个有一本书是不是 后来是被在古井里头找到的 那这个也是造成大家后来对元朝误解的很大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们现在对于元朝我们有提到 呃对于前面的这个时代的一个理解 很大一部分是当时候的人的人的记录 嗯 那是不是当时候的人的记录其实是我们历史学研究的重点 那刚才那个主持人嘉宇提到的这本书叫做所谓心史 心史心脏的心 心脏的心历史的史 那这部书是南宋灭亡的时候 由一个不投降元朝不在元朝当官 坚持效忠南宋的那个我们叫做移民 移留的移 人民的民 就是移民就是被留下来的人这样的意思 就是对效忠前朝 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郑思孝 郑成功的正 然后思考的思 然后微妙微笑的笑 郑思孝他也是历史上蛮有名 专门画 画兰花 然后他画兰花专门画就是没有根 哦 石根的兰花 对因为他已经没有土地了 因为他做一个南宋人 对那这本书据说是他写 那他在世的时候没有人看过这部书 可是到了明朝重征的时候 就等到明朝要灭亡的时候 突然有人在一座古井里面 打捞上来一个铁盒 然后铁盒打开来发现 就是郑思孝写的这一部心史 所以 这相隔多少年 对就是大概如果从1279南宋灭亡到1617世纪 大概三百多年了 三百多年一本书藏在古井里头 对而且是在封在铁盒里面 这有点好像不太合逻辑 所以我们叫它铁盒心史 或者叫井中心史 也因为时代隔得太久 那中间都没有人听说过这部书 所以就有很多的揣测 特别当时候是一个明末清初 又是一个朝代转换的时期 然后就有人又想起了 郑思孝这一个人伪造 这是一种说法 说这本书是伪造 就是假装是郑思孝写的这本书 就是脱名给他 因为他是有名的 画诗根的兰花的 而且是反抗异族政权的 这样的一个人代表性的人物 是 所以等于说清朝起来的时候 就有明末的人 对 希望借着郑思孝来反清的意思 是 但现在的学者研究 是肯定这部书里面 的确是有真实的地方 但具体来讲 可能有一些夸大失真的地方 也还是有 但它的那个出土或是出井 实在太悬疑了 对 那这部书其实变成是我们 现在对元朝很多误解 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就是简单来说 因为他就是对元朝没有好话嘛 那这本书里面 其实写的都是 郑思孝的心理化 等于是他有点 对元朝的种种的负面的负贫 负贫级的那种概念 把它写下来 所以里面有种种 我们现在认识到元朝 包括很多读书人的地位很低落 九炉石盖 这种说法 其实都是这些南宋移民 特别郑思孝 他们的书里面 去描绘的元朝的 那个所谓的一个历史景象 变成我们现在现代人 现代学者研究元朝 乃至于我们现代人 认识元朝的一个媒介 或者是误解的源头 好 非常奇妙的一本书 藏在这个古井里头 一个铁盒子里三百年 后来在元末的 明末清初的时候 又出土了 好 那对于元朝到底 有哪些误解呢 我们稍稍休息一下 待会在节目的第二段 我们继续请许正宏教授 来为大家做介绍 是 谢谢 欢迎继续回到 不止是昆曲 今天在节目当中 特别为您邀请到了 许正宏教授 来为我们聊聊元朝 那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里头 讲到了元朝 它的丰富 它的多元 它的很多 我们所不了解的面向 但是这次 我们再回来 当然就是一个异族统治 当然会有人心生不满 就像郑思孝等人 可能对于这个元朝 他们有非常多 觉得不公义 不正确的事情 老师刚才就提到了 这个久如实盖 我想这个对 当时的读书人来讲 应该是让他们 最追星刺痛的部分了 是 这也是说元朝 好像人分十等 就是包括郑思校 或者是其他的南宋移民 他们其实就有提到 里面包括那个昌记 可能还排在读书人前面 那读书人可能 只比乞丐来的好一点点 但还有其他不同的排行榜 就是世人都在很后面 甚至是最后一名 就比丐还要再差一点 对 也有这样的排行榜 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背景 因为其实在元代里面 就是世人的地位 是不是真的空前的低落 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 然后也值得去观察的一个视角 因为它涉及到对元朝的认识 那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元朝如果简单来讲 元朝的世人的出路 就像过去的科举一路上来 因为元朝其实中间五十几年 其实是没有科举 那元朝世人的出路 的确没有像是像前面的朝代 特别在宋朝 已经建立的科举的制度 他可以一路这样考上来 然后一路当到中央的大官 的确这样的管道没有了 或是变宅了变少了 可是元朝的读书人的地位 其实相对来说 因为元朝统治的特殊性 他反而得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保障 得到保障 什么样的保障 这样的一个保障是 以前世人就是我们说 那个寒窗十年无人知 对你读书去考试 那可能有些人是被禁止 像商人或者是那个是不能硬考 那大多数的人 当然你家里有钱 那你愿意投资在上面 其实当然没有太大的问题 可是你还是要负担相对来说 其他一些国家要求的 摇曳或税赋 可是在元朝 元朝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制度 叫户计制度 户口的户计算的计 简单来说就是一种身份的划分 就是你做什么职业 或者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他会特别帮你划分在那个户计里面 那一般人就是所谓名户 那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是 像是你手工艺 或者是那个做那个所谓的工艺方面 很厉害的会划归到所谓的降户 就是有特殊技能的 对特殊技能 而且蒙古人在工程掠地 特别保护这些有特殊技能的人 很重要 对因为对他们来说 这是统治很重要的基础 制造兵器等等 对然后另外像医生 医护 关汉清就是医护 有人说他就是那个医护出身 那在所谓的士人读书人 他有所谓的儒户 儒也变成一个特殊的户 特殊的户 就是儒户的设立其实蛮特别 就是儒家的儒 儒户他的设立涉及到蒙古人的 对儒家思想的理解 他最早的设立其实是比照宗教 对就是衍圣公孔子的后代 其实衍圣公在元代 其实是那个一路加关进绝的 就是孔子 他其实是在元代的那个风格是很高的 就大臣至圣文宣王 是王爵 而且是前面是有很多美称 这样的一个方式 封给孔子啊 对对 而且是不止孔子 孟子 子师跟真子 其实都有 类似的那个风式 甚至如果各位听众朋友 应该都很熟悉的妈祖 也会类似这种所谓的 像关公 这种所谓进封王爵 很多时候这些神旗或者是这些圣人之后 都在元代得到了很大的一个进风 因为对蒙古人来讲 这些名号其实他觉得无所谓 当然他也是尊重 他对于这些圣人之后或者是神旗 都是抱持着尊重 那回到卢户也是这样 卢户最早的设立 或者是衍圣公孔子后代的追风 其实最早都是经由所谓的 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全真教 甚至所谓佛教的那个禅宗 因为最早全真教 因为邱楚基到了那个大雪山 到西域 见了陈吉思汉 那陈吉思汉其实直接给了他一道圣旨 让他统领天下的宗教 然后给他免税的那个相关的特权 哇免税 对直接免税 就是有很大的优免 那全真教回到华北以后 就得到很大的发展 就只要愿意皈依我全真教 你就可以免税 这样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那当时候北方又这么乱 所以全真教发展得很快 那后来佛教也希望能够取得一样的权利 也有免税 对对对 因为对蒙古人来讲 蒙古的传统信仰是一种萨满信仰 就是一种万物皆有神 那各个宗教对他们来说 各个教派各个宗教都是一种传达上天旨意的人 他们是把长生天当成一个神 那这个神有各式各样的代言人 对那佛教是这样 道教也是这样 所以后来佛教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权利 那跟全真教就产生了冲突 对甚至后来他们就到了那个朝廷里面去请求大喊主持公道 佛道开始 对对佛道 对对对 在元代这个其实是蛮有名的那个一个历史课题叫佛道论辩 他们总共举行了三次辩论 三次大的辩论 对对对 因为蒙古人很重视实用性 那也重视所谓法力 就是你法力高不高强 所以他就大喊主持的时候 他也听不懂你的那个教义 他就说那你们就展现一下各自的神头 法力 对对 那佛教阵营里面最有名的代表就是八十八 哦八十八 对八十八 藏传佛教的 对地师八十八 是 据说八十八那时候就展现神通 就是从火走过去就好法无伤 然后要求全真教比照办理 那全真教据说啦 因为我们依据的是佛教的文献 难免有一些偏颇 那据说全真教的人不敢做 所以当时候的大喊就忽必烈 就判定佛教胜利 然后全真教的道士就必须要归还 那个原本是佛式的四产 然后道士要剃头出家 就是他们通通都要变成佛教 就你输了你就要直接加入对方 哇 这是佛道也是蒙古人对于宗教的理解 那这一个部分其实也影响到后来杂剧里面 其实有很多对全真教度话剧或者是那一个 因为全真教的确在当时候有很大的势力 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理解 其实蒙古人对于儒家思想 其实孔子的那些大道理他当然也不太懂 甚至那个当时候很有名就是 我们之前讲杂剧里面是帮助摆谱很重要的一个 当时候今末原初的一个文学家 袁浩问 袁浩问 对袁浩问就曾经为了那个就是帮儒家说话 帮世人说话 所以他去见忽必烈 那给忽必烈上了一个称号叫儒教大宗师 给他一个很响亮的名头 可是事实上忽必烈可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所以他就问 孔子到底是什么人 据说就留下在史料里面留下这样的对话 他问孔子是什么人 然后当时候的回答的人也非常巧妙 他当然不能说孔子是什么圣贤 然后那个这些对蒙古人对忽必烈来讲 可能太难理解 他讲得很直接 他讲做那个孔子是天的缺里马赤 缺里马赤是蒙古文 翻译者 哦 天的翻译者 对 就是帮天翻译的人 哦 天启 对对对 如果有印象的话 印度有一部电影 阿米尔汉拍的一部电影讲印度宗教 就是他讲就是印度有很多种宗教嘛 然后他里面就在讲 有一些宗教其实好像稍微一点偏离那个原意 他里面的形容我觉得蛮贴切 就是他上天打错电话 就是那个 就是好像让他误解 就是有 那忽必烈那一个的部分也是这样 他不理解儒家的思想 可是你跟他讲 他就是帮天说话的人 因为蒙古人是常升天的信仰 哦 对那 他就是其中的一个 就是那个帮天说话的代言者 对那后来的确 那再上其他全真教 道教的人跟佛教的人帮那个 卢家说话 所以对蒙古人来讲 卢家是一种宗教人士 宗教户籍 所以被分封为卢户的人 他最重要的工作是 你每一家出一个人去读书 哦 要出一个人去读书 规定你要读书 对对对对 你要去负担 你的姚役就是负责去读书 那你到那个所谓的 学校里面去读书 之外很重要的工作是 你必须要帮当今的皇帝祈福 哦 就是他把你当成宗教人士 是 那皇帝的通常会有一个牌子 叫龙牌 嗯 那上面就会写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 类似这样 其实在阿Q正传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龙牌 一直到清朝 那个布达拉宫现在还有 哦 对就是元明清都有这种所谓的皇帝的那个 所谓的信仰 那元代的话其实是 连儒家庙学里面其实也有 哦 也有 那他们必须要帮大汗祈福 嗯 那大汗把他们视为一个宗教估计 给你一些优惠 哦 是所谓的卢户 那我们说卢户得到这样的一个优惠 是因为蒙古人把他视为宗教 嗯 那对他们的确就形成了一种宝藏 嗯 姚艺你可以不用当 嗯 那甚至考试你可能卢户有一定的优势 嗯 加分 对对 因为你平常就在读书嘛 是 那可能对其他人来讲 其实你有先天的优势 那 呃 学者的研究其实也指出就是 呃 在元代科举虽然不是很兴盛 元代科举十几科里面录取人数 大概一千出头 哦 相对于当时候官员动辄两三万 其实是非常少数 嗯 那你能够当的官也不是很大 可是 在元代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你卢户考中科举的比例 或者是大家都绑定在科举上面 对对 那一旦你被抽离出来 对 这条路就疯了 对对 一方面大家会不适应 嗯 大家当然会有很多的批评 可是等于是你必须要另谋出路 嗯 那这些文化 原本在上层的文化 只有上层人 或者是比较在卢士 世人之间流传的知识文化 它就有一个往外广放的传播 嗯 这样的一个的一个趋势出现 也是杂句或者这种所谓戏曲 诞生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嗯 对这也是我们说 好像斩断了你这条路 可是也解脱了那个所谓世人在科举里面 就不以考试为目的 对对对 开始发展出各种的可能性 对就不只是在在局限于考试 就甚至你必须要去学一些 过去你可能觉得 被视为那种实用性 嗯 比较实用 可是你其实有点鄙视的 像是所谓的利 利 对就是官吏的利 就是负责比较事务性的 我们说那个 呃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 这些利其实一直都在地方做事 那他们有一套行政的知识体系 嗯 那蒙古人特别喜欢 或者是重视这一块 哦 因为他可以帮助统治嘛 嗯 那这一块其实就变成 世人也要去学 哦 那在元代甚至利进到官 过去官跟利是分开的 嗯 有时候利是不能当官的 哦 对你不当官的话 你就不能从九品一路升上去 嗯 你永远就只能当利 嗯 让世人真的去学一些法律啊 或实际事物 行政流程 对对对 就有更熟悉的这样 或者是有那个诱因 来自于所谓的去行医 嗯 我们说金元四大一家 这种如医的出现 哦 如医 对 如医 就如是去当医生 那包括所谓 书会才人 嗯 因为你写剧本 或者是你去那个南方作秀 像观翰青一样 嗯 这样去作秀 都是很有经济的一个诱因嘛 是 那也是因为你没有其他更好的 或者是更美好的愿景啊 就是像科举可以带给你 可是事实上科举能够考中的人 也是少数 对啊 那等到一旦解放 这也是我们现在重新去思考 元代没有科举 过去我们会认为它是黑暗时代 嗯 那对世人来讲 的确我们现在留下的记录 都是世人写的 所以他们当然会有很多的抱怨 对 因为再也不能当大官 可是一旦大家都从里面解脱出来 那个文化的发展 向下的扎根 或者是扩散出去 嗯 来自于世人身份的多样化 嗯 其实在元代 或许我们从这个视角 里面重新去理解它 可能也可以稍微洗刷一点 黑暗的那一个色彩在里面 是是 好 所以啊 虽然不能当大官了 但是可能剧本 绘画 甚至文学 都有更丰富的一些发展的可能性 多元发展 多元发展 这就是元代 也许我们可以看到的另外的一面 那在元代好像还有一个什么 四等人质是不是 也是一直被大家所诟病的 对 四等人质 其实有一个小故事 就是像 我们说到金庸先生 他很喜欢送聊金元这个时代 对 那里面他笔下描述的这些大侠 有很多的国家认同上面的问题 政权各自分立的一个状况 那金庸其实对原始特别有兴趣 据说他曾经想要去考原始的博士 那后来他没有了 就是还是最后的博士学位是写唐代的继承制度 是在英国建桥大学 在建桥的 对 那也是很专业的历史学的研究的题目 那他当初对原始有兴趣 据说他曾经问过当时候的中国大陆的一个原始学者 他说我们都说原朝把族群分成四等 就是蒙古人 色母人 汉人 男人 那你能不能跟我说 这个写在哪一本原朝的史料里面 他想要找根据 他写小说也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根据去做一个吧 他的书里头都会写 后面还有考证 对 所以这个到还真的没有明确的 记载 这是没有明确记载的 可是我们从小课本里头都这样子念 其实它是一个现代民国初年以来的现代学者 归纳的一个后设的概念 对 就我们说人分四等 那我们上次也提到就是 其实蒙古色母汉人男人里面的组成其实很复杂 是 对 甚至在一定的时间里面 就是在蒙古刚 元朝刚统治的时间开始的时候 其实哪些人是色母人 其实搞不太清楚 就有很多留下的资料里面 去问中央说 女生人算不算色母人 或者其他人算不算色母人 因为他们不算汉人 对 那种种的记录里面 就我们说这个其实是慢慢形成的 现在的研究叫做系列的政策 系列的政策 对 它是一系列 就是规定 蒙古人可以当什么样的官 那色母人要当什么样的官 那辅助者是汉人 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政策 可是它并没有明确说 我们国家就分成四等 其实在元朝 蒙古人也有被抓去当奴隶的 对对不是所有蒙古人都是 都是高高在上 对不是蒙古人都是天龙人 这种这种所谓最高等级的人物存在 对所以我们现在学者的研究 稍微修正了这个说法 对当然这个说法 最重要的依据是在元朝恢复科举以后 恢复科举是一个蛮重要的 元朝的一个重新认同 汉人制度的一个做法 可是它有一定的保留 因为元朝人的或蒙古人的一个统治 它讲究的是关系 关系 对有点像是中古的门法 就是你是什么出身 什么派别 对 你的老师是什么 对对 你是什么出身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跟我统治者之间有什么样的 所谓的贡献 那这样的一个部分 其实是很重要的基础 那在所谓的四等的这种说法 其实很大一部分 我们现在的修正 或是重新去理解它 最重要的一个根结点 是因为科举又重新开始 那科举的确分成左右绑 左右绑 对左右绑 那就是等于是 左绑右绑分成蒙古跟圣木是一绑 那汉人男人一绑 会有这样左右绑 对左右绑 那左右绑里面名额是100名 就是每一个族群25名 那还蛮公平的嘛 可是如果想到蒙古人的人口 对跟人口比例就不公平了 对就差别就很大 因为蒙古人究竟有多少人 我们没有明确的统计 也很难有明确的统计 可一般来说 大概不会超过50万到100万 那真的是人数很少 对对对 那圣木人的具体人数 当然也没有一定的数字 可是大概最多最多 应该不会超过200万 对当然这是一个 很笼统的统计 可是北方的汉人 在经朝统治的汉人 基本上在经朝灭亡的时候 据说有五分之四的人口 就是有登记的消失人 那大概也就也剩下几百万人 快一千万 其实已经不少了 相对于蒙古人来说 当然已经是非常多 五分之四消失了 是说战死了 或者 对这就是元朝很大的一个争议点 也是过去认为它是一个 屠城黑暗的一个时代 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 这些人都不见了 他们是不是都被杀了 或者生病 对对对 其实这也涉及到中国历史 对于统计户口 人口的一个问题 通常在乱世的时候 国家那个统治力到衰弱的时候 那这些人很大的一部分 就像白仆 他们都曾经被俘虏过 对对 成为所谓的元朝 所谓的屈口 就屈时的屈 屈时的人口 有些人像过去的奴隶 对那这些人的确是 那这些人就不会列入官方的记录 他们可能还活着 活着 但是没有记录 对 他不算一个正式的人口 对对 这也是现代学者 帮蒙古战争带来的破坏 稍微频繁的 其中的一个部分 因为有人说他到了中东 摧毁了那个巴格达 摧毁了波斯很重要的那个文化 杀了很多人 那在日本学者的研究里面 其实有提到 就是如果他真的杀了这么多人 其实当时候波斯应该没有人 就全部被杀光了 对对对 因为照道理蒙古人是屠城的 是 你只要抵抗所有的城 城池里面所有人都要被杀 那在波斯文的史料里面 甚至出现这样的一个记载 就是有一个蒙古士兵 在一个村庄杀人 杀到那个刀都顿了 对那他就跟还没被杀的人说 你们在这里不要动 我去拿一把新的刀 更立的刀 他回来那些人都还在 这其实有没有夸大 我们一般会把它当成一个蒙古的威慑力 就是他怎么振折住 甚至变成蒙古的一个宣传 对对对 就是你只要抵抗你就会被杀 可是事实上 是不是真的死了这么多人不知道 那刚才这是所谓我们说 波斯或中东地区 那汉人一千多万 其实原本经朝还有两三千万 就是大概有五分之四的人口消失 因为后来同心得统计 大概只剩下两百多万户 那南方的话 大概宋朝最盛的时候 大概有六七千万 那最后南方的破坏 在元朝的统一过程里面比较小 当然还是有杀了不少人 可是大概至少还有三四千万人 对那个比例其实对蒙古人来说很大 是这些人全部只能有二十五人 对对对 所以就有些人希望假冒成蒙古人 对取蒙古名 然后千户口的也有 因为到北方可能比较好考 有点像现在在中国大陆的高考 也有类似这样的 是是是 其实是千古难题 这也是所谓的四等 很重要的依据就是 在当时候为什么会分成四等 因为考科举要划分成 只有二十五个名额嘛 所以就要很明确的 知道你是哪里人 你是蒙古人 你是汉人 你是色目人 所以在元朝中期以后 的确有这样一个比较希望去划分 就是蒙古人到底指的是哪些人 包括像陈吉思汉 他自己的伯尔紫禁士 或者是恒经跟他敌对的奶蛮部 或者是那个跟他友好的克列部 种种当时候蒙古高原上面的 那个草原上面的部落 哪些人可以被称为蒙古人 甚至有一些汉人已经被取蒙古名 被视为蒙古人 是 对那他们可能就是属于蒙古人 那色目其实也有好几十种 那汉人其实也有七八种 对这其实是在元中期科举以后 四等人那也是我们比较熟知的划分 可是它并不是一个制度 是 所以我们现在学界里面会倾向于把它称为系列政策 就有很多政策都涉及到怎么划分 可是它并没有一个说 规定 说国家就是有这四个阶级 对 好 这可能也是我们过去对于元朝的一个误解 但其实今天许正宏教授所准备的资料相当的多 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里头 再继续的请许正宏教授来为我们大家说明一下 元朝那个时代 同时也请他带着我们再打破一些 过去我们对元朝旧有的认识跟误解 谢谢许老师 谢谢嘉宇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 好 那今天不只是昆曲 就为您进行到这边 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个星期天晚上同一时间再会咯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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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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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赏心 乐视 不只是昆曲 给您精致美好的艺术盛宴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中文字幕 李宗盛